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比较复杂的第二段 第二段他做个类比 他说这个主持一个政府跟经营一个公司是类似的 咱们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看他如何讲这个道理 他说 This may be illustrated by comparing the position of a nation with that of a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 他说这一点 This就是整个第一段说的这个事 这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说明 Illetric表示通过什么图表 例子等等来阐明某个道理 这个东西可以通过它来阐明 by到句末 写底子当然是方式壮语了 通过这个方式来阐明 什么方式 by后面是跟着一个动名词做切词评 Comparing A和B做对比 Comparing a with b A和B分别是两个话下号线的部分 中间跟切词with Comparing什么呢 一个政府的这么一个处境 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这么一个地位处境相类比 Comparing a with b 表示把A和B放在一块对比或类比 它既可以强调两者的区别 也可以强调两者类似的地方 这个本文中是强调类似之处 但是强调区别也行 但如果用contrast 那么一定是强调两者的区别 这个一会咱们会详细说 本文中用compare完全正确 而position 咱们在新干界三册的第38课 最早的日历 咱们说过 position可以表示地位 处境 状况 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 而后面这个that of 这个that用的好 代替什么 代替前面position这个字 那么国家的处境和一个私营企业的处境相类比 处境跟企业没法类比 所以别忘记 中国人说 我的头发比你的长 这正确 我的头发比你长也正确 但老外认为 我的头发比你长就说错了 必须说比你的长 或者比你的头发长 因为头发得跟头发比 这个别忘记 that同样的东西才能类比 看细节 首先第一个 咱们看到一个在三册45后就讲过的一个 写作中五星级的重点词 就是illustrate 这个必须咱们能好好记一记 好多搭配 请大家背起来 什么叫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illustrate illustrate 什么意思呢 to make the meaning of something clearer by using examples pictures etc 他说 使一个事情的意思变得更清楚 通过什么呢 通过例子 图片等等等等 来使这个东西的意思更清楚 不说明或阐明 用例子图表等等 说明或者阐明 叫illustrate 特别重要 咱们先看一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o illustrate my point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story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 让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 你看通过例子来说明或阐明 to illustrate my point let me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记住 记一些小的例句 一些小句型 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会用 再比如说 the lecturer illustrated his point with a diagram on the blackboard 这个演讲人 lecturer怎么样呢 那么阐明了他的观点 用什么 用黑板上一个图表 diagram 就是一个图表 一个表 来阐明他的观点 你看用例子图表等等 来阐明观点 叫做illustrate 那么在这里用的是主动结构 那用被动的也行 你看本文中用的是被动 这被动结构也可以记住 就是be illustrated by 可以通过什么什么来说明 或后面的东西能阐明前面的道理 被动也很常见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ir properties could be illustrated by simple experiments 他们我问大家 这个property能不能翻译成不动产 不行 property表示不动产 或者表示人的财产 是不可数名词 这个在三册测就讲过 但是property表示特征特性 事物的特征就可数了 这用的是负数 一定是特征 不可能是不动产 他们的特征 可以通过这些简单的试验来说明 你看有什么什么来说明 be illustrated by 用被动 再比如说 the general restlessness and hurry of life are always illustrated by the practice of fast eating 就是我们整体上的这种躁动不安的状态 还有生活里的匆忙的状态 那么总是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做法叫什么呢 吃饭的速度特别快 总是吃快餐 总是吃饭三下五出二就吃完了 这点来说明 总是可以由什么什么来阐明 由什么来阐明 叫be illustrated by 注意这个restless 本来是躁动不安的 动荡不宁的 这是名词 就是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躁动不安和事实很匆忙的 这样一个状态 总是能够通过我们吃饭的速度特别快 这种做法来阐明 practice叫习惯性的做法 这是被动 很漂亮 就由什么什么来说明 那么另外 我们这个主动搭配里面还有些副词 经常我们跟leth一块用的 像充分说明 生动的阐明 这些副词顺便可以记住 咱们写作中就自信速度快 而且保证正确 你想想这几个常见的副词 amply illustrated 这叫充分的说明了什么什么 clearly illustrated叫做清楚的阐明了什么 dramatically illustrated叫做戏剧化的非常夸张的阐明了这么一点 戏剧化的阐明了 同样的graphically和vivily是近义词都可以翻成生动的 graph不是图片的意思吗 用图片头脑中出现图片了 生动的生动的阐明了 他跟vivily是近义词 我再说一遍 充分的阐明了amply 清晰的清楚的阐明了 戏剧化的阐明了 后面两个是生动的阐明了什么什么 咱们可以顺便把它记住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方说 One example may amply illustrate this point 一个例子可能可以清晰的阐明这一点 这叫充分的 可以充分的阐明这一点 一个例子可以充分的阐明这一点 这个搭配都可以记住 amply 本来amply不是充裕的大量的充足的吗 充分的阐明了 再比如说 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graphically illustrate this point 我说美国的这个例子 非常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 生动的这个什么 graphically illustrate 这写作中我们再举例子时 可以用 这搭配可以用 我们再看一看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第45课 新闻报道的微粒里边的一个例句 三册的45课里边 他这么说 他说 The story of a poor family that acquired fame and fortune overnight Dramatically illustrate the power of the press 他说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 什么贫困家庭呢 在一夜之间就成名获利的 这么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 戏剧化的阐明了新闻报道的威力 The press表示新闻界 舆论界 这是戏剧化的阐明 Overnight就一夜之间迅速的 是这么一个 这是我们在前面几个负斯大费 跟着illustration特别漂亮 放在一块把它记住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illustration 可以表示插图或者例子 在那么四册的25课坚固 你看三四册知识 能够融会贯通了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插图或者表示例证 例子又是写作中的五星级词绘 大声读一下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叫插图或者是例子 先看表示插图 我们看一个例子 就是149页的第六行到第八行 25课里边 149页的第六行到第八行 它有这么一句话 A recent article in a weekly newspaper for instance was headed with a striking illustration of a lady in a state of considerable distress with a caption She was yet another victim reduced to a screaming wreck 最近呢 在一个一周一次出版的一个报纸上 一篇文章 比方说吧 就是上面 有这么一个非常醒悟的一个插图 beheaded with 就是在顶端有这么一个东西 文章的上面 有那么一个非常醒悟的一个插图 就是一个你是处于极端痛苦的状态 插图还有一个文字说明 caption 叫插图文字说明 它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尖叫的 这么一个残疾人了 精神上已经完全都坏了 这么一个 illustration可以表示插图 或者例证都可以 好 我们再看一看刚才剧中的compare compare这个词特别重要 它跟这个contrast 两个动词可以做个变细 搭配类似 compare 可以用compare something with 或者and something 把a和b所对比 什么意思呢 to examine people or things to see how they are similar and how they are different 就是我们研究一下人 或者东西事物来看一看 他们是如何相似 并且有的时候还说 他们是如何不同 就是用compare这个词 既可以强调 某个东西的相似之处 也可以强调不同之处 本文中强调的是相似之处 经营公司跟我们管理政府是类似的 在经营政府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如果用contrast 当然这个名词叫contrast 动词读成contrast 那么这个词动词是compare 名词当然是comparison 另外一个词了 这个contrast 后面搭配也是跟with or and 搭配 它是什么意思呢 to compare two things ideas people etc to show how different they are from each other 那么比较一下两个事物 两种思想 两种人等等等等 来表现一下他们两者之间 是有多么样的不同 所以compare可以强调相似 一个强调不同 contrast这个动词 一定强调两者的区别 尽管都是对比的意思 所以本文中用compare正确 用contrast用词不大 本文中强调相似之处 本文中是比较什么呢 比较一个国家的处境 和一个私人企业的处境 咱们看看里边这个position position在这不能翻译成位置 它是表示地位处境状况 英文解释就是 the situation that someone is in especially when this affects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就是一个人处在的一个情况 处境situation 尤其是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 他能做或者不能做某事的时候 必被处境状况 叫position 而且一般都是跟介绍in 那搭配 在三册的第38课咱们就讲过 注意一般都是个in 什么什么position搭配 你比如说in a或者in an 就开始是不是原因开头了 in a delicate position 处境很微妙 in a dominating position 处于统治性的地位 dominant居高临下的统治 或者in a favorable position 处于有力的处境地位状况 处境很有力 或者in an adverse position 这时候就能够an了 因为after是原因开头的 处于不利的地位 地位处境状况 跟其次in搭配 咱们不妨多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看这么一个句话 she's in the enviable position of being able to choose who she works with 这个女人处在 令人羡慕嫉妒的这么一个处境 这个地位 她可以选择她跟谁在一块工作 这个例句咱们在三册38课见过 处于这么一个地位 再比如说 when two of your best friends argue it puts you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当你两个最好的朋友 在吵嘴的时候 这将使你处于非常尴尬的 这么一个处境 处境很尴尬 两个最好的朋友打起来了 向谁不向谁 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 那么时某人处于某个处境 可以跟动手put put somebody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这个黄颜色的搭配都可以记住 这是这么一个 咱们再看一看三册的38课的课文中 future historians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when they com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当开始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处于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地位 这么一个处境 也强调他们能做和不能做什么 因为现在好多一些光盘 一些什么录音机 能够使未来历史学家看到现在的情况 就比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唐朝要翻门多了 唐朝是记录的东西 比高科技太少 其实我们现在看不到唐朝的皇帝长什么样 但是一万年前的情况看不到 但一万年后的人能够看到在一万年前 当时有个李延龙老师讲课讲的这么好 因为我的课程可以通过光盘 可以通过硬盘传送千古 这个是未来日 他们处于得天独后独一无二的地位 in the unique position 是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看在48课里边 本书中也有 在四册的最后一课 280页第17到18行 280页第17到18行 48课 如果你年纪更小 并且处于经济非常扎实 非常好的经济这样一个处境 就很有钱了 收入不错 你可能就决定采取一个更加积极 进去的进取的这么一种方式 这个procedure有上下文 就是理财的方式了 可能买股票买得多了 处于a solid 非常词实的金融的地位处境 就是家境很阴实 收入很不错 但是只有在这个条件下 那么be blessed with 就幸运地拥有了 你有一个非常乐观的 乐天的这么一个脾气变形 sanguine 就每天笑呵呵的 很乐天派 disposition 就是人的脾气变形 并且不会因为股票的价格 而彻夜难免 如果你心理素质好的话 很年轻很有钱 处在这么一个处境 可以在理财方面更积极进取一些 这是地位处境状况 本文中说 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地位处境 跟一个私人企业 私营的企业 enterprise企业 企业的处境来对比 这个that of 别忘记 不能说把这个国家的处境 跟一个私人企业对比 不行 叫私人企业的处境 别忘记 这个that of 可以代替前面出现过的词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别忘记这个that of her tone was that of apparent to a disobedient child 这个女人的语气 是一个父母亲 对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的语气 这个that of 代替前面那个tone 这that代替tone嘛 什么什么的语气 别忘记 这that of 再比如说 some commentators compared his work with that of James Joyce 有一些 commentators 就写注释的评注者 写注释的人 有一些评注者 把他的作品 与James Joyce 的作品相对比 他的作品 不能跟James Joyce 这个人了 James Joyce 的作品 这个代替前面的work that of 什么什么的 的什么什么 再比如说 his style could scarcely be further removed from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predecesor 前辈了前任 或者前辈 以前做相同的事 的人 他的这个风格 与他的前辈们的风格 相差无几 那么removed 表示脱离离开 scarcely be further removed 几乎没有什么偏离 就是他的风格 与他前辈的风格 相差无极 前辈不是风格 跟前辈不相比 前辈的风格 对吧 再比如说 Cockburn's arrival coincided with that of Sir Lane and Lady Noble Cockburn到来 与这个Lane爵士 和这个Noble 这个Lady 这位女士的到来 同时发生了 这个that of 这个that代替前面 这个arrival 注意 同样的东西 跟同样的东西比 别忘记 经常可以用that of 来表示 好 这是这么来说 那么第二句话 就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国家的地位处境 跟一个私人企业 类似呢 咱们来看比较复杂的 第二句话 他说了 他说 an enterprise has to incur certain costs and expenses in order to stay in business 他先说的是一个 这个企业 一家企业 一个公司 enterprise 怎么样呢 不得不呢 要承担某些开销 incur 大家还记得 在生死中 怎么讲过 叫不得不支付 或承担某笔费用 一个私人企业 一个企业呢 那必须得承担某些费用 开销 这两次是类似的词 cost and expenses 后面 in order to stay in business 表示这是目的状语 是为了 为了什么呢 为了保持 能够处于经营 这么一个状态 运转的状态 让企业不倒闭 为了让它保持 经营运转的状态 这里边有一些 小的搭配 咱们看一看 重点来看一看 后面那个 in business in business 并不是在商业里边 a company that is in business is operating and trading 一个正在 in business这样的一个公司 是正在运转 正在做生意 是这么一个 就公司的经营 或者运转 这个叫in business 咱们来看一些大费 看一些例子 the company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over 30 years 这家公司已经经营了 差不多30多年了 经营运转 在运作 这个状态 就be in business 是这么来说 再看一个例子 you can stay in business without cash 如果没有现金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保持运转 公司正常的运转 就不能维持 stay就保持 处于正常运转的状态 如果没有钱的话就不行 这个in business 就公司的运转 所以整个句子 好理解了 一个企业 必须要承担 某些成本开销 为了保持运转 那么为什么就跟 政府类似呢 他进一步来解释 咱们看第三句话 他说 for our purposes we are concerned only with one kind of cost the cost of manag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business 出于本文的需要 purposes固定搭配 他用复述在这不是目的 是需要 为了某种需要 出于什么需要 出于我们的需要 就出于本文需要 那么我们这里只涉及 一种开销 be concerned with 是关于或者涉及 但不要反正关心 或者是担忧 担忧担心 是be concerned 或者叫about 或者叫for 这一家with是关于设计 就是本文中只涉及一种类型的开销 公司的开销很多 只是一种开销 什么开销 破账号后面这个话横线 是前面那个one kind of cost的同位语来 这开销是什么 就是经营管理这家公司的开销 别的开销不管 经营管理公司的开销 business就是在上一句话 enterprise 反正都是公司企业 是进一词manage跟administer也是进一词 administer就是经营管理公司的开销 这两个字可以看到进一词 含义类似 这里面我们重点看一看proposes 注意在这不是目的 翻译成需要 在这里pl1.2表示pro 就是一般用复述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what is needed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需要的东西 所需要的东西 直接翻译成什么什么需要就好了 而且一般都是跟这词for大配 for the purposes 出于什么什么的需要 这个注意 本文中出于我们这本文的需要 是这么一个 咱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this gifts count as income for tax purposes 那么出于报税的税务的需要 这些礼物算作是收入 这是为了报税 你要纳税这个需要 并不是为了纳税的目的 仅仅为目的也讲得通 但凡是需要更通顺 出于报税的需要 这些礼物算作是收入 count as 就是算作是当作什么什么来计算 好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the three groups have been combined 出于这项研究的需要 这三个组现在被合并了 出于这项研究的需要 再比如说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book America is taken to include the continent north of Mexico 出于本书的需要 这个美洲America 我们是怎么样呢 就包括了这个大洲 什么大洲呢 叫墨西哥以北的整个这个部分 叫做美洲 就是我们出于本书需要 就把美国加拿大放在一块 叫做America 出于本书的需要 墨西哥以北 North of Mexico 修士前面那个 the continent 出于什么什么需要 for什么什么proposes 注意 purposes 习惯用复述 这里不是目的 而是需要 好 本分钟是出于我们这的需要 怎么样呢 我们只涉及一种类型的开销 这个注意 be concerned 后面介绍不一样 意思是不同的 这个比较讨厌 比如说 本分钟用的 be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如果加with是表示 be about something 与某个事情有关 涉及某个东西 这个注意 别发音错 本分钟里只涉及 一种类型的开销 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her latest documentary is concerned with youth unemployment 他的最新的这个纪录片 是有关于这个青年的失业问题的 这么一部 documentary 是电视片 纪录片 latest是他的最新的 最新的纪录片 是关于这个 涉及这个话题的 这个别翻译成 担忧或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表示 魏某是担忧 借词搭配是这个 be concerned about something 或者for something 而我们这里用的是with 注意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be concerned about 或for something呢 这是表示be worried about something 魏某是担忧或担心 我们看个例子 we are all concerned about or we are all concerned for her safety 我们大家现在都担心 这个女人的安全 注意 本分钟是第一个 一定记住 后面借词搭配不同 含义就不一样 搭配决定含义 所以其搭配多么重要 他说我们本时出入 我们这里的需要 咱们这儿只涉及一种开销 就是经营管理这家公司的开销 好 下面他进一步分析开销 下面看第四句 看屏幕 Such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 in a business are analogous to the cost of government in a nation 比如说为什么公司跟政府类似了 他说这种经营管理方面的费用 这种经费 后面in a business是后置证于修饰这个经费 是在一个公司里的经营管理的经费 overheads是一个固定的英名词 专门表示经营公司的经费 什么租金的水电费 什么支付工人的工资 就经费overheads be analogous to是个书面语 就类似于怎么说be similar to 跟什么什么类似 就类似的 跟什么类似呢 跟在一个国家里面政府的开销是类似的 就是公司管理的费用跟政府的开支开销是类似的 in a nation是修饰前面那个the cost of government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政府 在一个国家里面修饰这个开销 这里面有一个词咱们看一看 就是overheads 这个词也是习惯使用复述 我们一般都叫s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overheads overheads 什么意思呢 就是regular expenses involved in running a business 就是要让一个公司运转 经营公司所需要的一些常见的这样一些费用 比如比如说 for example 像什么rent light heating salaries等等 比如说像什么租金 电费取暖费 包括给工人的薪水 就是经营一个公司的经费 我们再读一下overheads 就是经费 我们看一个例子 heavy overheads reduced his profits 沉重的经费降低了他的利润 就是他开公司因为经费太高 使利润下降 就是这么一个overheads 那不用说 这种经营管理的经费 在公司的经费 跟政府开销是类似的 这个37个咱们见过 在未来37个会碰到 在未来会碰到 就是be analogous to 或者叫be analogous with 未来37个会讲 就和什么什么是类似的 这个在未来会看到这么一句话 就是在218页 第20行到第21行 218页 20到21行 他说 but these are not analogous to what happens with man ages 但这些跟这个人衰老师 发生的事情并不类似 be analogous to 咱们可以看作be similar to的升级版本 它来自于类比 analogy be analogous to 或者with 这个都可以 用to更常见一些 好 那么为什么类似呢 后面下面第五句话继续分析 咱们看屏幕接着看 他说了 the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 of a business are low to the extent that everyone working in the business can be trusted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best promotes the interests of the firm 下面 the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还是指经营管理的费用 一个公司里的经营管理费用是比较少的比较低的 但有条件 to the extent一直到句末 这是一个可以看作条件状欲从句 大家记住to the extent that几个字放在一块 这个一二三四四个字放在一块可以看作一个复合链词 它有两个常见的意思 这里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只要 它也可以表示结果 叫以至于怎么样 但是表示只要是它重要的含义之一 表示只要的时候 to the extent that直接可以看作连词了 就类似于我们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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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什么as long as 什么什么provided 类似于或者unconditioned at 只要 只要什么呢 只要每一个人 ever one 然后working in the business 是后置顺语 非为动词了 叫带下午餐的部分 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 能够被信任怎么样呢 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行事来做事情 anyway 什么方式呢 后面在家同位于从句 做前面那个位的同位语 同位于从句 由大家顶到 能够最佳的促进公司的利益 这个interest表示利益 后面那个firm是公司 公司就是前面business同一式替换 这两个都是公司的意思 注意这里面 to的extend that 翻译成 只要 怎么怎么样 这个搭配得记住 to的extend that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翻译成 以至于 怎么怎么样 可以看作引导结果状语 可以看作 也是类似连词 这是引导结果状语的连词 叫以至于会怎么样 字面意思吗 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吗 什么程度 字面意思是 就是借词to加theextend 这名词再加同位于从句 其实放在一块 就看作一个脸词就好了 引导结果状语从句 以至于 表示这个意思 其实也相当常见 你比如说 sales have fallen badly this year to the extent that we will have to close some of our shops 今年销量呢 今年下降的非常的厉害 这个sales可别是销量 以至于怎么 以至于我们家不得不关闭我们的一些商店 所以现在的成本太高了 我们这个生意不好 要很多商店要关门了 以至于会怎么样 再不用说 violent increased to the extent that residents were afraid to leave their homes 暴力在上升 以至于居民们都害怕离开自己的住宅了 都不敢出门了 以至于 to the extent that 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对吧 就以至于 好 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意思 但是to the extent that 在本文中 是特别常见的第二个意思 刚才我们说了 是表示 只要或者只有 这表示条件 表示条件 而且这个含义相当常见 常见到咱们一课书中出现了两次 咱们看看在本文中 以及第二次出现 就在咱们213页的19行到第20行 19行到第20行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你看他也这么说 他说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eople can be relied upon to behave in a loyal and responsible manne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require armies of police and civil servants to keep them in order 只要这些人民能够被依赖 怎么样 行为举止 是用一种忠诚的 并且负责任的态度来做事情 这个manner 咱们也会说 在这不是翻译成方式 而是翻译成态度 那么这个政府怎么样 政府就不必需要这么大队的警察 还有那些公务员 来让老百姓守规矩 只要 就这么怎么样 这只要 再看一个例子 Expenses are deductible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n aggregate they exceed 7% of growth income 这个开销 是deductible 叫可减免的 但是只有这么一个条件满足才行 什么条件呢 in aggregate 是书面有了 叫总计 总计加在一块 他们就指这开销了expenses了 他们超过了总收入的7% 这个时候这个开销 这个expense才可以减免 就只有这个总计 开销超过了总收入的7%的时候 这个expense才是可减免的 这是指条件 to the extent that 百分钟当然是条件 他说只要 everyone working in a business 在每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人 怎么样 can be trusted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best promotes the interest of the firm 就是当然best在这边 最佳的促进了公司的利益 我们知道修饰动词表示罪 怎么怎么样 这个定古词the可以去掉 不用说the best 用best就好了 因为它修饰动词 那么interest在这翻译成利益 某人某集体的利益 interest这个词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可以当可数来用 可数一般用于复数 所以这个interest比较讨厌 它可数的 可数一般用于复数 要么是不可数名词 都可以 它表示benefit 或者advantage 好处利益 某人或某个什么企业组织的好处利益 我们来看一看它常见的用法 注意这个词 可数不可数都行 可数一般用复数 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 protect somebody's interest 保护某人的利益 即可用interest不可数名词 也可以interest复数名词 或者safe guard 也是保护或保卫 保护某人的利益 look after 就关照照顾自己的利益 照顾某人的利益 是经常跟这些动词来搭配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ll he cares about is protecting his own interests 他所关心的 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总是关心自己 自己不吃亏 这个用的是protect 我们再看第三册的53课 第三册的53课 有这么一句话 as long ago as 1809 the Swedish parliament introduced a scheme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 早在1809年 那么瑞典国会 就开始引入了这么一个计划 这个scheme 是什么计划呢 就是可以保护保卫 个人的利益 就每个老百姓 他的利益 在这interest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可以 随便利益好处 可数不数都行 但是可数一般用负数 还有一个搭配 用的也特别常见 跟GIS in搭配 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 或者对某人有好处 叫in somebody's interest 或者interest 同样 interest可以拿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可以当可数的负数 就for or to somebody's advantage 为了他的利益 或者对某人有好处 比方说我们看一看 新概念第三册 53课的标题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53课的标题 lesson 53 in the public interest 为了公共的利益 为了公共老百姓的利益 这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是对的 再比方说 我们看一下在本文 本文中也有这个搭配 本文213页的21行到22行 213页的21到22行 他说 but if a nation is disunited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sure that the actions of the people will b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 and it will have to watch check and control the people accordingly 咱们一会儿会看这么一句话 但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 那么这个政府就不能够肯定人民的行为了 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你看in the interest of 是为了国家的政府的利益 并且怎么样 and it will have to 并且这个国家不得不 那么监视检查 并且控制老百姓 相应的 他们必须得这么来做 为了某人的利益 这是interests常见搭配之一 注意利益 可数 用复数 或者干脆当不可数 都可以 好 这是进一步去分析 好 看下面第二段的第六句话 我们接着来看屏幕 他说 if they can each be trusted to take such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exercise such initiative as force within their sphere then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 will be low if到sphere结束 整个黄颜色的当然还是个条件状态总句 如果他们就是指公司里的每个人 就是在上一句话中 公司里每个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信任 来干嘛呢 be trusted to do 这是跟前面be trusted 被信任去做某事吗 这个to do跟后面这个to do 两个代价后限的部分是并列的 被信任干嘛 第一个呢 都能够负起这种责任来 responsibility可以当责任 肩负某个责任 负责任可以用动词take 以及相应的很多动词 咱们用来看好多动词能够搭配 咱们用take是正确的 并且能够被信任怎么样能够 exercise可以表示运用或者利用使用 在这不是练习还是多一次书面语可以运用自己的主动性 我们知道initiative生死中讲了表示主动性主观能动性是不可数名词 但表示拿到了主动权是可数的 本文中是主动性主观能动性 什么主动性呢 后面的as false within their sphere 注意这个后面写底字as false within their sphere 可能不好理解 其实非常简单 这是一个定义充具 为什么呢 这是关系代词as引导 我们可以看这是限定性的定义充具 咱们说限定性的定义充具里边 什么时候用s引导 就是先行词前面出现了它的呼应词 尤其像so such 什么as等等 这样的呼应词 前面有such 所以后面定义充具 关系代词as在定义充具里面充当主语 它修饰就是先行词initiative 这个主动性 什么主动性 这个for在这翻译成属于 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这种主动性 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运用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主动性 就这么一个 这个for不是掉落 而是属于 咱们以后会讲这个含义 sphere是范围领域 就是他们工作范围之内的主动性的话 那么会怎么 那么我们说if 后面的主句 if从句 后面跟着主句 主句前面可以加个负词in 尤其是if从句比较长的时候 为了上线连过更好可以加负词in 这个in 从语法来说不是必须的 但if从句比较长的时候最好加个in 就负词好些 然后经营管理的开销经费相应的就会比较低 每个员工都很负责 很听话 那么我们就不用花很多钱来管理员工 这里面有一些需要咱们去关注的一些词汇 比如说take such responsibilities 这个responsibility表示责任 负责动词搭配非常灵活 本文中用的是动词take完全正确 或者还可以用take on或take over都可以 take on responsibility take over responsibility也行 或者用动词accept 或者assume做书面语 也可以说肩负起承担起 或者干脆用bear承担起 或者shoulder 名词动用了肩膀吗 肩负起吗 responsibility 如果说某事的责任 做某事的责任 for something or for doing something 肩负起什么什么的责任 注意后面借词加for 咱们看一下例子 我说 Who do you trus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Britain's defense 我说你究竟信任谁 来承担起英国防卫的责任呢 承担起什么什么的责任 take responsibility 什么什么都责任 我们加了for 是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take on takeover也行 你看 be careful you don't take on too much responsibility 小心 你莫要承担太多的责任 承担太多了也不行 小心莫要承担太多责任 take on takeover 这个搭配也是正确的 也是正确的 再看几个例子 再比如说 看这句话 the bank refuses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istake 这个银行拒绝为这个错误负担起责任来 负担起责任 accept responsibility 后面借词不变还是for 再比如说 叫 Serrano immediately assume temporary responsibility for foreign affairs 就是Serrano这个人立刻临时性负起了外交事务的责任 assume responsibility就是负责 为什么负责 后面加这次for就好了 本文中take跟responsibility搭配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责任这个词responsibility也是可数不可数都行 就是表示责任抽象的含义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你看像这里和这里都是不可数名词 本文中具体一件两件事情的责任又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所以就开始侧中于抽象还是侧中于具体 抽象那就不可数 具体就可数 你像difficulty表示困难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但是难处难点就是可数的了 所以英语可数不可数 我们如果都行的话 重点看侧中于抽象含义 还是侧中于具体一个两个的实例 如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信任 能够承担起这种责任 并且能够运用主动性 这个exercise又是一个书面语 在这儿不是练习 也不是锻炼身体 而是运用使用 这里FML1.1 仍然表示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正式书面语 什么呢 to use your power, rights or personal qual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something 使用你的权利 你的权利 这两个力不一样 power是力量那个力 权利 这个rise是利益的那个力 就是那个核子边 核加一个力单 这个利 利益的利 或者个人的某些特征 属性特质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 就运用我们的权利 各种的权利 或者利用我们的某种特质 比如谨慎 这种特质 来达到某个目的 运用使用 比如说 When she appeared in court She exercised her right to remain silent 当她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 在法庭出庭的时候 怎么样呢 她运用了自己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是她的权利 我可以不回答 运用的权利 这是跟我们这个rights的 某种权利 是这么来说 再看一些例子 He was a man who exercis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people 他是这么一个人 是什么呢 运用了自己 对人们的强大的影响力 运用了他的影响力 exercise 加人的某种特质 再没有说 Always exercise caution When handling radioactive substances 我们在处理放射性物质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谨慎这个特质 咱们放在一块 就是直接翻译成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谨慎 那就我们exercise caution 动词断言就好了 就要使用谨慎这种特质 人的personal qualities 对吧 使用或运用 在这是使用运用 绝对不是练习 叫运用我们的主动性 什么主动性 注意 as falls within their spheres 先注意本文中 fall fall 这是一个表示属于什么什么 这不能翻译掉下来 fall here means to belong to or be part of a particular group area of responsibility range of things or type of things 等等 属于什么 你看阅读中 往往是这些小词 造成咱们阅读障碍 因为单词个儿比较大的时候 往往的意思也少 单词评写越简单 大家越喜欢用 那么含义就越多越杂 你看这个fall 它有这么一个意思 属于 是属于或者是某一个群体 它的一部分 或者是某个责任范围的一部分 或者是某种事情范围内的 某种类型事情的一部分 属于它的一部分 本文中 是属于职责范围的一部分 这像调到里边去了 在这范围之内就好了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看fall这个是怎么用 而且我们看到后面的duff也是固定的 经常跟fall within fall into 或fall under 含义差不多 就属于什么什么 这个群体 或属于什么范畴 或属于什么什么类别 fall within into 和under 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The judge said that this matter did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uditor's duties 这个the scope 跟本文中那个sphere 类似 都是一个范围 法官说 这件事 根本就不属于一个审计员 他的职责范围 就是说你的做这事是非法的 法官说这个是matter 怎么样 并不属于审计员查账的人 auditor 咱们以前讲过这次 来说audit 就是审计动词 不属于一个审计员的职责范围之内 这属于area of responsibility 属于fall within 跟本文中fall within 用法是一样的 再比如说 many illnesses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stress related illnesses 很多的疾病都属于与压力有关的疾病的这个类型 这个范畴 很多疾病是精神压力太大而造成的 fall into the category属于这个类别 这个咱们在第23课讲鸟的飞行方式 讲类别是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属于三类 这个也用过fall into 但是我们记住 跟category这个词搭配 一般习惯上咱们用fall into什么什么category 这是习惯搭配 这个一般我们就不用within这个词了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有时候ender也行 这就在非固定搭配里面 用的ender用within用into差不多 但如果注意fall into category 所以说比较固定搭配这个词就不换 再看这个句子 meat and poultry production fa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 肉类还有禽类的生产是属于农业部控制的范畴之内 他们爱管fall into fall within fall under 这个meat表示马牛羊的肉 什么猪牛羊 poultry是家禽 什么鸡鸭鹅这种禽肉 他们属于这个范畴 本分中fall within这个大肥也是正确的 那么 such initiative as falls within their sphere 咱们再进一步来看 什么叫sphere呢 sphere就是指范围范畴 在这我们知道sphere在三册十八个讲过 本人表示球体大圆球 在这范畴 就是an area of responsibility or a type of situation over which a person or group has influence of power 就是一个责任的范围 或者是一个某种类型的情况或处境 就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 他们在这里边拥有影响力或拥有权力 就某人可以影响或控制的一个责任范围 或者一个什么处境 这一个圈子 叫sphere 本分中嘛 就属于他们自己工作职责范围之类的嘛 用这个sphere就是非常非常恰当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they knew not to interfere in matters outside the sphere of operation 他们知道不要去干预这些事情 在什么呢 在他们工作范围之外的这个事情 这个sphere就是自己的影响的圈子 权力能够管制的控制的圈子 operation在这里就是working 翻译成工作就好了 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外的这个事 他们知道是不能干预的 这是某人影响或者权力能够控制的这个范围 这个圈子 再比方说 The economic boom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US sphere of influence 经济上的boom是激增了 就突飞猛进繁荣的发展 经济上的飞快发展 极大的拓张了美国的影响力的范围 这个sphere表示本来是大球体嘛 拍生意是影响或控制的范围圈子 在本文中就是能够运用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主动性 我们当时说了s引导的是个定义重句 咱们先做复习 定义重句在非现代性定义重句里边 有的时候可以用s引导 它有条件就先用词前出现了互应词 尤其是这四个such the same as或者是so 这个知识早在我们第三课就讲过 这是复习 你比如说 I need the same tool as you're using 在这里as就不能which or that 前面有the same 我需要你正在使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as关系代词就是前面这个tool 它关系代词在定义重句里面重当use 就using的并语了 对吧 再比如说 I need such a tool as you're using 前面出现such也是一样 as不能which or not 再比如说 I need as useful a tool as you're using 我需要的和你使用的一样有用的这本工具 先是前面出现as了 后面也说as不用which 再比如说复习 咱们在第三课里面 就是咱们四册17课 咱们四册的教材 17页的第10到第11行 这句话 such in as the war were generally dirty in the flea written 那里的那些小客栈旅馆 通常都是又脏又到处是跳子的地方 as the war as没有用which 因为它in先词前面有such来限定 本文中也如是 咱们看本句中 本句中出现such initiative as falls within their sphere 前面initiative是先用词 前面用such来限定 所以后面没有which用的是as 这个关系代词在定义从事里面 当然重当主义的作用 困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吗 工作范围之内吗 有这么一个 好 这是老知的复习 这第六句话里面重点很多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 接着来看下面一句 请看屏幕 他说 it will be low because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have only one man looking after each job without having another man to check upon what he's doing keep him in line and report on him to someone else 这个it就是指上一句话里面 overheads 当然overheads这个词本身是复述 在这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了 有一个经营开销了 这么一批开销在这 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所以用it也没有错 这开销的将会是很低的 为什么 他说because it will be necessary 在这看一看 it because到句末 当然是一个大的原因状语 从BK一直到句末 整个黄色的 it will be necessary 然后it是原因状语 从这里的形式主义 这主义是形式 真正主义是 to have only one man looking after each job 这是真正主义 动词不定是吗 那么这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仅仅需要让一个人去他们负责自己的每份工作 h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让某人做模式 这个who am I can do it 更强的进行式这个行义 让仅仅一个人look after 不必用模式照看了 这是为某事来负责 负责来为自己的工作来负责 咱们会说look after是多一次的 然后里面有状语 那么仅仅需要一个人来为自己的工作 每一份自己的工作来负责 而不需要怎么呢 不用另外一个人来检查他正在干什么事 后面这个what he's doing 可以看作做check upon的编语冲句 后面的编语冲句 check upon 或者check on 是检查或者监督看某人做的事情是不是正在做的很合适 就是检查监督 或者让他守规矩 keep some in line 比如使某人守规矩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他刚刚拿到行为就是多多控制 and report 后面一大堆你看这个check keep和report 都是跟后面那个to do这个to搭配的 这to出来还是来自have ha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模式 让某人来做模式 have somebody doing 更强那个进行式的含义 have somebody to do 就未必有这个进行式的这个含义了 当然have somebody to do 或者have somebody to do 都对 有没有to都正确 没有to也很常见都可以 那么这个还有呢 把他的情况向另外一个人去汇报 report on是表示汇报某人的情况 向谁来汇报 后面可以加check to 一会这个搭配咱们会讲 整个句子呢 我们就好翻译了 他说这个经营的这个费用会是 将会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 只需要让一个人来为自己的每份工作来负责 而不用呢 另外一个人来监督他正在做什么 让他守规矩 把他的情况向别人来汇报 这样的话经营管理的费用相应就低了 因为你这些事要掏钱 如果每个人 企业中每个人都这么有积极主动性的话 那么企业的成本经营费用就会降低 好 这里边有好多一些答案 首先咱看个这个h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就是have only one man looking after each job they have 跟doing h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事 那么用这个doing的话 多强调进行时的含义 就让这个人一直在做这个事 比如说看几个例子 I'm sorry to have you waiting so long 不好意思 让您等了这么久 不好意思 一直在等 持续的在等 有持续动作的状态 再比如说 she had us working day after day 这女人让我们日复一日的不停的在工作 你看have somebody doing 有强调进行时这方面的含义 本文中也是让一个人一直为他自己的工作来负责 就不用再管别人了 那么另外后面这个looking after each job 这个look after注意翻译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照料或照顾 to take care of someone by helping them giving them what they need or keep them safe 就是照顾某人通过帮助他的行事 给他他需要的东西 或者保证他的安全 类似于我们说take care of 等于take care 照顾和照料 don't worry I'll look after the kids tomorrow 别担心 明天我来照顾这些孩子 look after 照顾照料相当的take care of 但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它也相当于take care of 是什么呢 负责处理 to be responsible for dealing with something 那么处理某事 我来负责处理这个事 这个时候也可以换成take care of 这两个可以看作都是这个多意思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I'm leaving you here to look after the business until I get back 我把你留在这儿来负责这个公司业务 直到我回来为止 现在你来当全权负责处理这个事 look after 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来让仅仅一个人来负责处理他每一份工作 而不用呢 另外 we don't have another man to check upon have somebody to do 用了to do 这个时候老师说了 这个to可以去掉 have somebody to do have somebody to do 都是正确的 在当代英语中都会出现 这个时候就不一定强调进行式的含义了 它强不强调都行 这个搭配就更多了 这个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I won't have you say such things 我不会让你说这种话的 这种事我不许让你说 这种事这种话我不许让你说 来让某人做模式 在家to do也行 I will have someone to translate the story for me 我将让某一个人把这个故事给我翻译一遍 翻译一下这个故事 让某人来做模式 文中说 而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check upon what he's doing check upon 就检查核查或者监督 这个upon当然可以换成这次on check upon或check on 我们跟人跟事业多想 什么意思呢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afe is in a satisfactory state or is doing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 这解释特别清楚 就是要确定来确保什么呢 某人或某个事是安全的 或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 或者正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检查核查或者监督一下 我们跟人跟事物都行 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oney can you go upstairs and check on the case 两人正在看点事呢 听听到上面好像 这孩子好像在打架 亲爱的能不能上楼去看看孩子们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处在满意状态 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正在做他应该做的事 检查一下他们的情况 再比方说 my neighbor comes in once a week to check on things and feed the fish 那我的邻居呢 可能我们都出眼门了 每周来一次 来干嘛呢 来检查一下我们家里的财物啊 是不是安全呢 并且来帮我们来喂鱼 things is belonging 就是来检查一下财产是不是被偷了 情况多好吗 然后看看 bbc帮我们来喂鱼 check on check upon 检查 检查他正在做什么 还有keep him in line 什么叫keep him in line 先看一下in line是什么意思 in line表示得到控制有秩序 就让某人得到控制 让某人有秩序 就是让他别做一些不好的事 看一些例子 the coach kept the excited team in line 这个教练让非常兴奋的球队 让他控制住他 不让他们太撒野 太做过活的事 得到控制有秩序 再比如说 the government passed a new law to keep prices in line 政府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 让物价价格处于控制住这个状态 物价不能飞涨 再比如说 when the teacher came back into the room she quickly brought the class back in line 当老师又进入房间的时候 他很快就让全班同学处于受到控制 有秩序这个状态 全班就不乱吵吵了 本文中也是让人守规矩 让他有秩序这个状态 毕竟还有怎么样 向别人汇报他的情况 report on him to someone else report on 是汇报关于什么什么的情况 这个搭配也可以记住 report on something 是汇报关于什么的情况 如果在这to somebody 就向某人汇报 关于某人某时候的情况 你看到一句话中 好多小的细节 为什么写作是英语中最难的 每一个搭配使用时 咱们不熟悉 语法你可能明白 但单身使用时这么多障碍在里面 怎么能写的地道 所以多钻研新干点语 他有好处了 下笔就有根了 向某人汇报 我们就多汉下例子 I've asked him to come back next week and report on his progress 我曾经让他下个礼拜回来 怎么样 然后汇报一下他的进度 他现在进展如何 如果向我汇报 report on his progress to me 如果不想到向我 to me就可以少去了 再比如说 he reported on the whole event to the minister 他向部长汇报了整个事件的情况 汇报有关什么情况 向谁呢 我们家汇报就好了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下面继续看第二段的第八句 也是一个复杂的大长句子 咱们看他怎么说 but if no one can be trusted to act in a loyal and responsible manner towards his job then the business will require armies of administrators checkers and foremen and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 will rise correspondingly 这句子比较长 但是怎么样 黄颜色的if从句是条件中的从句 但是如果没有人能够被信任 能够这样来形式做成act 就类似于刚才我们看过的behave 是同一词 怎么来做事情 是用一种忠诚的 并且对自己工作负责的这么一种态度 注意这个manner 在这不是方式 在这翻译成attitude 态度 这是多一词 咱们一会会说这个词 一种对自己的工作 towards 经常跟manner一块搭配 对于什么什么的态度 忠诚负责的态度 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信任 对工作忠诚负责 那怎么样 那么 那还是跟if从句搭配的 在主句前面这个父子 那么 这家公司将怎么样 需要armies 表示大队大队的 这army未必是军队 就是什么大军了 很多人了 大队大队的管理人员 checkers 就是检察员 and foreman 就是监工 并且 manitrative overhead 就是经营费用 相应的就会上升 coresponding 我们说过 就相应的就会上升 这个里面有一个词 咱们需要注意 首先我们看一看manner 刚才说了manner是多一词 它可以表示方式 甚至manner是复数 经常可以表示礼貌礼节 但本文中都不对 本文中manner 而且一般是可数的 但一般多于singular 这个sing 表示singular 就单数的 一般用于单数 表示people's way of behaving towards others 人们对于其他人 其他事物的态度 叫manner 而且一般都是用于单数 用于单数 比如说 she has a rather cold and friendly manner 这个女人有一种相当的冷冰冰 不友善的这么一种态度 对别人很不友好 冷冰冰的一种态度 这是manner 另外我们说 对于什么什么的态度 搭配 一般是我们家tours 本文中也是用这搭配 但英文人都是tours 每个人都是tours 英文人叫mannertours 每个人mannertours 这英式美式把他分开 拿不准的话 用李老师推进个字典 试试看 对于什么什么的态度 我们再看例子 something in bert bass mannertours 精读多重要 要不然永远没法登堂入室 咱们这个英文水平 对自己工作都能与一种忠诚的负责人的态度 怎么样 那么这个公司就得需要 如果没有人有这个态度 就得需要大队大队的 armies 就是大群的 undertrature 管理人员 checker 检查员 check不是检查的意思吗 还有foreman foreman就是监工 单数复数都读成foreman 单数也不要读成foreman 后面轻读的都是发道义字 我们再读一遍 foreman 再读复数 foreman 完全一样 后面都是轻读 什么 experienced worker who supermises and directs other workers 就领班或者工厂的工头 有经验的工人 他来监督或者指导其他的工人 这个工人里的头领班 或工头叫foreman 也不需要 那么这个公司就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 检查员工头 并且相应的经营成本 就相应的会很高 下一步进一步分析 那么会怎么样 对我们的句子句子中间的联系 为什么 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 这经营成本一高 会怎么样 后面他讲了 as administrative overheads rise so the earnings of the business after meeting the expense of administration will fall and the business will have less money to distribute as dividends or invest directly in its futur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s在这引导的既可以看到时间壮益重句 也可以看到原因壮益重句 都讲得通 s有两个意思 都行 第一个如果是原因壮益重句 反正因为 因为经营成本上升 因此会怎么怎么样 这是可以的 so在这 所以它当副词来用 所以也没有错 它如果so是连词 两个连词就出问题了 但so可以当副词来用 或者是s翻译成随着也能讲到随着经营成本的上升 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个情况 都能讲得通 但本文中因为有个so 把它看作是因为更通顺一点 两个都有道理 但反正因为更通顺 因为我们经营成本的上升 管理经费的上升 overhead还是公司要花的经费 所以怎么样 earnings注意翻译 earnings是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个人收入 我们赚的薪水 也能表示公司的利润 这是多一词 咱们以后说 这是第二个意思的利润 所以说企业的利润 在支付管理成本之后 这个利润 meat在这不是预见 而是支付掏钱 这也是多一词 在支付了管理的开销之后的利润怎么样 就会下降 and引出变了一句了 并且the business 公司 will have less money 就将有更少的钱 然后干嘛 to do something 在这是目的状余 更是钱去干嘛 to distribute as dividends 还有后面 invents directly in its future program 这一大堆都是跟to搭配的 to do something 这个invents动词运行 也是放在to home 这两个化线目并列 都是动词不定词 第一个distribute 叫分配分发 作为什么呢 s是以什么什么形式 这个s是借词 以股息红利的形式 dividend 叫分给某人的股息 给股东的股息或红利 这个钱就少了 并且直接投资于未来的发展 进步和发展方面的钱 相应的也会更少一些 就更少的钱来做这两个事情 这个句子比较长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 咱们再看个多一词earnings 这往往是小词让我们在英国里翻船 看似都很熟悉 但熟词P熟悉单词出现冷P含义 这个earnings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大家比较熟悉 但它都用于复述 一边都用复述 就是the money that you earn for the work that you do 为你做的工作而赚的钱 就是我们赚的薪水 但是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也是习惯复述 表示the profit that company makes 公司制造的利润在这儿是利润 所以多一词 本文中不是薪水 是公司的利润 因为经营的经费会上升 所以这家公司的利润 而且后面加个十年状余 在支付了管理费用之后的利润 这个meat出语翻译 meat在这儿翻译中支付 偿付某种钱 就是to make the payment that needs to be made 就是需要支付 你们应该支付的这笔钱 在这儿就是支付或偿付 什么什么的费用 咱们看一下例子 meat all expenses 支付所有的费用 meat all the bills 支付所有的账单 支付或偿付 再比如说 the cost will be met by the company 这笔费用将用公司来支付 被他们来支付 用被动也行 再比如说 the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o meet the cost of clearing up after the floods 政府已经承诺了来支付或者他们来偿付洪水之后清理的费用 政府答应要掏这笔钱 支付meat有这个词 分分钟就支付了经营开销之后的公司利润怎么样 微服货会下降 并且怎么样 and the business will have less money 这个公司会有更少的钱 来干嘛 to distribute distribute这个词叫做分配或分发 相当give out 就是按照计划把这个东西给某个人 咱们来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distribute 什么意思呢 to share things among a group people 在一群人中分配这个东西 especially in a planned way 尤其用于一种有计划的方式 分配分发 就类似我们说give out 给你一点给你一点 分给每个人一份 尤其用于distribute somebody among 或者to somebody 在某人之间分发 或者把东西分发给某些人 跟among是在那些之间 to是分发给他 比方说 clothes and blankets have been distributed among the refugees 衣服和毛毯在难民中分发 分发给了难民 就是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the demonstrators distributed leaflets to passers by demonstrators就是示威游行的人 示威者把传单分发给路人 过路人 leaflet叫做传单的意思 分发给了谁 我们家出 本文中是分发什么呢 就作为股息红利的方式来分发这个钱 就这个钱就少了 dividend翻译成股息或者红利 咱们也看看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dividend dividend 叫做a part of a company's profits that is divided among the people with shares in the company 就是公司利润的一部分 怎么样呢 他被在这些人中把它来分配 所以什么呢 是哪些人呢 就在公司里面有股份的人 就是付给股票持有者的股息 或者红利 定期的分红 就我们说这个 那能分红的钱呢 就少了 并且用于投资未来发展进步的 这个钱相应的就会少一些 因为公司的经营成本太高 就公司的员工如果不听话 这公司要兴旺 就相当费剧 这是说公司的情况 那为什么公司情况跟政府就那么像呢 第三段他进一步 就说政府的情况跟公司其实是一样的 好 比较复杂的第二段 跟老师先看到这儿 稳住 参考